艾莎是三十幾歲懷第一胎 而且每一胎都很辛苦 這樣子總共三寶嗎 是 我三胎都是男產 然後我第一胎的時候 其實就是高齡產婦 然後那時候生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滿坎坷的 因為我跟我先生之前 是在香港的金融業上班 然後那時候結婚的時候 就已經打算要生小孩 所以我就回來台灣 就是調一年的身體 然後搞老半天 其實也就生不太出來 然後就那時候也是東學西學 然後本來是想說就是 要不要出國再去工作 因為已經放棄了 就想說金融業 在香港摧殘那麼多年 身體應該也差了 所以就想說不然我就 就剛好朋友在杭州要找 那我就去 結果沒想到孩子 當天晚上就來了 因為我一直吐 然後我先生就說 那不然好奇怪 買個驗孕棒好了 結果就兩條線 對 那懷孕之後其實 其實我那時候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跟我先生結婚的時候 年紀都很大 然後那時候這個孩子 也真的來得很不容易 可是沒想到 我才開心一個禮拜 然後去抽那個 母血糖氏症的時候 然後醫生就跟我講說 你的孩子有十億分之一 是糖氏症寶寶 那幾乎是百分百了 所以你一定要拿掉 我就哭了一個禮拜 真的是哭到死 因為我跟我先生 就是該做的都做了 好不容易有一個孩子 對對對 也去拜拜 反正我們只要看到廟 或者是教堂 我們都有進去祈求 就希望可以有一個孩子來 結果沒想到 有這樣子的一個突發狀況 後來我們運氣很好 哭了一個禮拜之後 後來我在回診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醫生 他就說 媽媽 我跟你講 其實我昨天也有一個病患 是十分之一的糖氏症 然後他說你那個 超音波的資料 我再幫你算一次 結果算完之後發現 原來是記錄的參數錯誤 所以其實我真正的 那個糖氏症的機率 是九十七萬分之一 那時候很驚險 本來就已經快把它拿掉了 好險 好險 對 後來的話 就是到了大概 六個多月的時候 我就完全前置胎盤 那時候公縮到最後面 我幾乎都沒有辦法 下床走路 然後就直接去安胎了 所以我其實是像 徐若瑄一樣 我第一胎躺了兩個月 第二胎躺了兩個禮拜 然後第三胎我是躺了三個月 我每一胎都是難產 我其實在每一胎 我在臥床的時候 其實我都有點害怕 因為那個都是落紅 然後一落紅的時候 醫生就馬上拿出 所有的放棄申請書 寫給我先生簽 我印象最深刻是我的老三 因為老三那時候 其實已經胎位下降到 快要生了 那時候他才 獎近六個月而大 然後我們的醫生 直接跟我講說 陳小姐我跟你說 這個孩子 如果他現在生出來 我們留不下來 那我們的話呢 只有一個機會 把他送去榮腫 但是你先生必須要 前放棄書 因為從我們醫院到榮腫 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中間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沒辦法保證 在古時候人家講說 生會過 雞酒香 生會過 四塊棒 我其實三次都殺一點 上了那四塊板子的人 帶了老大半年之後 我就有一天就跟我先生講說 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 我在想說 我其實很害怕 我二十年之後 我會不會對我的孩子 做情緒勒索 就是說如果不是要帶你的話 媽媽二十年前 早就是一個什麼 金融巨破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跟我先生講說 不然這樣好了 我能不能夠重新再 回去職場這樣子 然後就後來 我先生也覺得就說OK 因為其實當初 他在香港看到我的時候 他就是很喜歡那一個 在工作上很有自信 然後閃亮亮的我 在這中間的時候 其實就剛好老公 要回去香港上班了 然後我那時候 自己在家帶孩子 實在是覺得說 不然我們全家一起去好了 然後就去了香港 後來就發現 我們公司的第一個商品這樣子 那是一個被孩子的商品 因為那時候其實算難產 而且他一出生就是進保溫室 然後我那時候又剖腹 然後也不知道這孩子 能不能活得下來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也是有點 在生產過程中 也是有迷留的 然後也不知道 我能不能活得下來 就是你曾經跟死神拉 拔過的那一瞬間之後 你就再也不想放手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對我的孩子是 我能抱就抱 我就是不希望他離開我 那時候我後來才發現說 其實嬰兒背經對我很重要 然後那時候 也因為在國外遇到了這個商品 然後就想說 台灣媽媽怎麼沒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我老公說 不然我們來試試看賣看好了 因為我在那時候被孕的那一年 其實因為我之前 其實在金融業真的很忙 然後在後來要生小孩 被產的那一年 其實我在家裡 幹了滿多無聊的事情 因為我就是開始在整理家裡 然後因為我們兩個都不在 然後我就在找就是說 家裡有哪些什麼 那種乳液 贈品 然後什麼沐浴乳 或者是你去買的什麼東西 然後什麼辦 信用卡不是會有那種什麼 烤箱嗎 烤盤嗎 我把它統統都拿去 露天拍賣上面賣掉 然後有一次我老公從香港回來 就說你在幹什麼 我說我在出貨 他說你在出什麼貨 我說我在賣這些東西 他說這些垃圾有人要 我說對 我統統賣完了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就是 就是因為我過去的這一個經歷 然後他就是開始跟我說 不然你可以來試試看賣東西 然後後來我就真的 就是在他鼓勵之下 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我真的就飛去了韓國 然後拿下了這個 然後他就一直告訴我說 其實你應該要怎麼怎麼 去做這樣子 所以我的工作其實起來的 跟別人很不一樣 我反而是因為孩子 因為先生 然後來了這個工作 聽出來在病房面試人 對 我那時候其實創業 是很荒謬的開始 對 我的第一個員工 是在我們家餐桌 開始上班的 然後我那時候 在做的時候 我根本不覺得 我的事業體會有多大 所以我那時候在做的時候 就是都邊走邊站 邊走邊站 對 然後到那時候 就是到第二胎 我在安胎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沒有辦法 因為我不可能再依賴 我老公去幫我出貨 他除了去香港上班之外 他半夜 他還要去幫我去倉庫出貨 然後就整個是荒謬到不行 所以我就只好開始應徵 更多的包貨的人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已經安胎在醫院 所以我就只好跟他們說 那我們面試的地方 是在醫院的幾樓幾號病房 然後也真的是非常的荒謬 就是 真的有人來面試 而且我還應徵了四個 然後 躺在那邊應徵四個人 對 然後就四個 行政的場館的同事 然後來我們公司 來幫我協助這樣子 在我這個創業的過程中 其實我真的好幾次 我都差一點滅頂 什麼樣的滅頂 就是我每一次我都覺得 我應該是走不過去了 因為我很忙碌的 一直在盲目的一直學習 一直衝 包括像 那時候我都跟我的同事講說 你能夠想像一個老闆 然後有一天人家問你說 小姐 你要印刷DM 然後你要倒零值還是銅板值 你要幾棒 我完全是沒有概念的 然後小姐 你要進口這個商品進來台灣 那你們的稅責是什麼 我說什麼叫稅責 然後真的是完全是從零開始 我一個金融業的 對 真的是 金融業股票投資很簡單 按幾個鍵 這個是要從頭到尾 對不對 要很清楚的 隔行如隔商 黃老師你覺得全職媽媽 他們真的都是 心心念念 還是想要回到自己的領域裡面 你要做好 什麼樣的準備可以回到職場 我覺得有三拖 一個就是不能跟人際關係脫鉤 不要跟社會脫節 不能跟人際關係脫鉤 還有就是不要逃避 不能脫生 我經常跟這個重返職業的婦女說 你們這三拖要先搞好 你看他們三個 都即使做到憂鬱的過程中 有一段是很低落的情緒 不願意跟人家接觸 可是並不代表他們內心世界 是想跟這個社會完全脫節的 而且他們就包括 剛剛那個導演說 朱導演說他 其實是以前都不喜歡交朋友 可是他是潛力沒有發揮 你看後來他現在變成一個 社交女郎 朋友多了 所以很重要就是 你一定要有自己 先要有自覺 然後就是二年三拖 還有就是要知道 你喜歡什麼 你潛能的開發在哪裡 這些都是潛能開發出來的 他們都沒有 在他們生活的劇本裡面 沒有預期的 他們只有希望 但沒有預期 所以我是覺得 你要多學習 而且你看他們三個 在講故事的過程中 他們是怎麼努力 尤其你看艾莎 從不會到完全會 然後到 她是只是一個心理想說 我用這東西好用 我要讓其他這個女性 也可以跟我同享這個福氣 她這一念之間 然後最主要是 他們三個故事都有一個 很重要就是 他們嫁了三個 他們的結婚對象 三個都是軟男 不管他們在不同的行業 不同的個性 但他們都是軟男 他們都願意尊重她太太 存在的價值 然後給予她機會 去找回她的希望跟需要 這個我想是很多 要從重返職場的人 你必須要去考慮的事情 OK 所以這 基本上選老公之前 就要挑好招 軟男 後面的都比較好招 好 我們今天謝謝 大家的分享 其實真的很不容易 我們都是某某人的太太 某某人的媽媽 但永遠都還是那個自己 怎麼樣都不能丟掉 都是自我的價值 那我們可以用很多方法 還有三拖原則 記得記得用你的智慧 借他人之口 用各種方式 一定要為自己的生命 跟人生找到出路 祝福大家一起加油 拜拜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